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法国一件事 如果用的课本是这一本 Hollywood Hollywood有两种版本 一种版本是这么厚的书 这么厚的 那膝带就方便 第二种版本是分成两侧 两侧、上侧、下侧 我们这个是两侧的 好,现在我们 第一课课讲的是向量 图里里头 我们常用两种量 一个就是很熟悉的纯量 Skana 就是说没有方向性的 像今天的温度是几度 那么这个 盒子 即是多少 它只有数字跟单位 而没有方向的 但是我们也会用好多物量 是有方向性的 比如说速度 加速度 等等 都是有方向的 那么这些方向 我们也要把它表示出来 那于是呢 我们就有所谓的向量 向量 有大小 还要有方向 现在我们讲的向量 有大小 还要有方向 当然 它也有败乎 现在向量跟纯量 一定要分清楚 很多同学后来物理学不好 就是 纯量的 向量的写法 又写纯量一样 搞不清楚哪一个是向量 哪一个是纯量 所以 觉得很糟 所以你们现在 主体 现在就要开始 好好的把向量 表示好 我们首先要看的是 向量的表现法 向量的表现 向量 我们怎么样表现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文字 比如说我用英文字母A 上面打一个箭头 就代表是向量 没有打箭头 单单只有A 那么就代表 纯量 从这个字母之外 我们还要有一个箭头 来做宇宙的工具 这个箭头的长短 就代表这个向量的大小 然后箭头所指的就是它的方向 通常隔在一起 就是向量的样式 包括你们的书本上面 它跟我们写的方式有一点不一样 书本上这个向量呢 它是用比较粗比较黑的字 它不打箭号 为什么不打箭号呢 以前我们 刚学物理的时候 它是打箭号 但是我们发现 这个每一页箭号好多 它的这个头跟眼花 头子会发晕 所以后来就改进 不用箭号 书本印出来 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写 为什么不写这样子 要加个箭号呢 因为你这样写 要图个半天 对不对 你写这么粗 你要图个半天 你画时间 所以我们写的时候 是这样子 然后印刷是这样子 再清楚啊 那么我们 一个向量A 有时候我们可以把它的方向 跟大小分开来写的 比如说 我们可以把向量A 把它写成这样子的一个 表示 这个A 没有加箭头 没有加箭头 它就代表 这个向量的大小 它这个U 是什么东西呢 U 就叫做 单位向量 它这上面 要打一个这个字 比如说 我们现在 可以啊 在这个上面 这个就代表 这个就代表 朝这个方向的 是我们单位向量 因为它是大小 也没有我们可以把 这个可以写成 也可以写这样子 你先写大小 再写 单位先来也可以 可以啊 这个是我们现在可以这样子写 好 那么 A是什么东西 也可以这样子写 这个代表 向量A的 绝度词 绝度词 就是它的大小 好 你把这个U写在后面 也可以 好 那么 U 是什么东西呢 U 按照这个 等到 等式 我们可以把U 写成这样子 你把U写成这样子写成这样子 因为 这个大小 跟这个大小 一样 原来就是一 它就是一 因为 这个单位 跟这个单位 一样 就是一 好 那么 这个畅短呢 你去看看是几倍的 这个U 好 这个是 呃 向量的一个 一个 要说 严格 严格的 实行 好 向量 一定要这样的介绍 好 另外 我们来看 如果 如果 我 我 有 两个向量 这个向量 我们称它叫做向量A 这个 叫做向量B 好 它 大小一样 方向也一样 这个时候 我们 怎样子用数学的语言来表达 用这样的向量 完全一样呢 我们就是用 用这个式 A 向量 等于 B 向量 那就代表 那就代表 向量相等 就代表 这个向量 大小 跟这个向量的大小 相等 这个呢 也就是表示 它的大小 A 要等于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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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大小 B向量的大小 而且 方向是平行方 在最后 大家注意 方向相和 OK 它是直接的意思 如果 如果 说 我有两个向量 第一个是这样 两个大小一样 但是方向相反 有怎样子表达 那我们就写 A向量 要等于 B向量 所以在向量里面 負号 負号 是代表 方向相反的意思 負号 是代表方向相反的意思 它的大小 这个也就是说 B向量 还是等于B向量 那么 方向 方向 两个相当的方向相反 这个也属 两个相当的方向相反 所以要记住 故号是代表方向相反的意思 所以 你存量 跟相当 不要 混在一起 你看 这个也是这样 这个也是这样 你混在一起 将来很难 很难 很难去 分辨 哪一个相当 就是存量 好 然后我们就要讲 两个相当 所谓相当 何 二相当 就是和 我们 重量的话 三加五 就是八 四加六 就是十 这是累积的意思 累积的意思 但是 相当 代表什么意思 比如说 我们 有一个 相当 A 是这样子的 另外一个 相当 B 是这样子的 那你说 A加B 是代表什么意思 我A相当 加B相当 代表什么意思 那也不是累积 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在大致来准备来 我们看到有一个现象 比如说 飞机 我们看螺旋桨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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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螺旋桨 推进 把飞机 推进 朝北方飞进 这是它的速度 VX 比如说 那么 同时呢 这个飞机啊 就是说 当地的风 用这个风风来 有风向风面吹 那这个是VX VX 风也会把飞机吹走 那这里说 飞机走什么路线 飞机走什么路线 就这样子的一个路线 这个就是V 要等于 VA 加 VB 就是说 这两种速度 同时都存在 两个因素 使这个飞机 得到两种速度 同时都 存在 那这个时候 这个飞机呢 它又要遵循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力量 朝这个 运动 又要遵循风 那样朝这个运动 那么它 合起来就是 这个 以前的飞机 佛玄奖的飞机 会等于第一 在台风 有时候 有一种台风是干 台风 没有雨 没有雨 就看到飞机 没有 它是斜的飞 飞机 本来在这里 它这个飞 飞起来 是这样的飞 你看吧 飞机是斜的 大致的 那么 因此就是说 这个力量 这个效果 跟这两个效果 合起来 跟这两个效果 合起来 跟这两个效果 合起来的效果 是一样的 二 所以它是 两个像样 合成 相当于两个像样 合成的效果 所以呢 有所谓的加法 好 现在我们来看 现在我们来看 像那A素那样子 另外还有像量B 我们要求 我们要求 A加B的环球呢 我们是 把 向量B 的 键尾 接着向量A的键头 然后 从A向量的键尾 到B向量的键头 然后 这个连起来 这个就是 A C 等于 A 加B 那你说 为什么这个 比例向量 它的键尾 要接着 A的键头呢 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 看出来啊 你看 这个相当于 这两个是合 对不对 那这个 平移到清楚来 不就是等于 VA 加上B 对不对 所以 你要求 两个向量核的话 你要把这个向量核 挂出来啊 另外还有 我也可以这样子做啊 我先挂向量B 然后再挂向量A 然后呢 把这个连起来 这个就是诗意 也可以啊 这个跟这个书一样的 这个就好像说 我把这个 VA 平移到这里来 是一样的 好 这个叫做 这种做出法 我们经常叫做 三角平 你出两个向量 第一个要 要画像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 我们 也可以用 所谓的平行四边行法 你可以把这个 向量A 放在这里 然后向量B 放在这里 然后过这个镇头 从镇头做一条线根 平向量平行 然后从这里 做一条平行线 跟这个平行 你可以成一个平行四边线 平行四边线 平行四边线 然后你从这个 对角 画一个 相当中的相当C 这个就好像这个一样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叫做什么 平行四边线 你一定要先画 先画一个 向量5 然后呢 我们就要求 你这个合向量C 是多大呀 C是多大呀 我问你这个C 等不等于A加V 等不等于A的大小 加V的大小 等不等 不相等 对不对 不相等 但是它向量合就相等 除非A 向量跟B相等 它是这个方向 好 C也是这个方向 要问的话 C向量的大小 不等于A加V 那我们现在要求 何向量的大小呢 我们用余玄定理 求何向量的大小 我们用这三角里面的著名的 叫做余玄定理 余玄定理 余玄定理 用余玄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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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玄定理 怎么用法呢 我们拿这个三角形法来看 这两个箱呢 这两个箱呢 的夹角 我们经常到的是一样 两个箭头 的夹角 我们取这个 取这个 对角这方面 两个箭头方向的夹角 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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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角呢 就是拍 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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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邊的平方 我們昨天就知道 C的平方等於A邊的平方 加B邊的平方 加算兩倍的AB 擴散 把解釋感解感 解釋感解釋 這是漁懸地理 這邊的平方 加這邊的平方 解釋到兩倍AB C cos c邊的平方 是輸圓彩著 除了這個 它就等於A平方 加 B平方 加上二A 因為 這個就等於負的擴散心 好 我們現在就能處理C C就等到A0.8加1.8加2A0.6 就余璇地理就去了 你要不要去背這個詞詞呢 不要去背啊 余璇地理都知道 你只要知道余璇地理就可以全部大小 然後一個象徵有大小有方向 那麼它朝什麼方向呢 它朝什麼方向行徑呢 你怎麼表達它的方向呢 我們知道A象徵跟B象徵也一樣 我們就說如果我知道C象徵跟B象徵的夾角 我們就應該叫做阿反 這個叫做阿反角 或者是說 我知道C象徵跟A象徵的夾角 我將能把這個阿反分Beta 任何一個求出來我就知道C象徵的方向 因為它在椅子象徵的夾角 求出來的話 你就知道這個象徵 好 那現在我們都會以正局的地理來求 好 正確定義是什麼呢 它是Beta A邊 比上它的對角的正確函數 3R方 比上它的對角的正確函數 然後等於C邊 比上它對角的正確函數 房的ował 鎚ote 比上它對角的正確函數 有此函數 稍兇 alpha是alpha 它是等於 Domation sine alpha 要等於 A over C 這樣才會這樣 所以我們這個alpha 要等於upside A over C 這樣才會這樣 A知道 C還是 C我們又全部來了 C又全部來了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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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一個就夠了 合相量的大小也知道 合相量的方向也知道 這就是兩個相量求合 再來我們說 假如我有多個相量我怎麼求 多個相量 多個相量的話 那我們就把這個 比如說做圖法 你就把相量一個一個接起來 比如說相量A 然後相量B接著它 相量C 相量B B C E 然後把最後一個相量的箭頭 接到 第一個相量的箭頭A 這個就是相量E 那相量E呢 它就等於C相量 加上B相量 加C相量 加E相量 但是 你畫無色彈條件 這麼畫出來 你要知道這個相量E 和相量的大小 要用尺寸的方向 你要用尺寸的量 他的假角 你要用尺寸的量 你要用尺寸的量 你也要用尺寸的量 你也要用尺寸的量 這很不方便 但是它就是沒有一個 雲璇定理 跟正圈定理 你可以一次 就把多個相量 在合相量 它的大小的方向求出來 如果你一定要用球的話呢 那我們就要慢慢做 比如說 我先把這兩個項壓 球核 這兩個項壓 可以用律學地理、正學地理 球出來以後 你這個就不要看了 剩下這個 你再用這兩個項壓 求核 又用一次 余學地理、正學地理 這邊就不要看 最後就是這兩個項壓 再用一次余學地理、正學地理 有四個項壓 求核的話 你要用三次的余學地理 跟正學地理 如果有二十個項壓 要求核 就像幾次余學地理 跟正學地理 十九次 我們人啊 都喜歡做新鮮的事 你這個矮板的工作 你做十九次 不要說你十九次 你求了五次以後 就想睡覺 一夜滿滿的 所以說呢 像這樣的方法 是可行 但是很不趣 於是我們就另外發展了一個辦法 就是說 我先把一個項壓 分成它的分量 這個分量呢 然後再用分量來去 每一個項量都分成 互相垂直的兩個分量 然後水平的分量加起來 就是和項量的水平分量 然後垂直分量全部加起來 就是和項量的垂直分量 然後再用這兩個分量去和項量化 好 所以我們就 現在就要學出來 我們就想辦法把一個項量 全部和波入分量 項量的分量 就是說 我們有兩個項量 以之 它的何項量 就是唯一的一個項量 唯一的一個和項量 唯一的一個和項量 但是 我 以之這個項量 要求和項量的話 它有幾種項量 幾種分法 以之這個項量 要求它的分量 這兩個也是一種啊 那麼還有呢 我這樣子也可以啊 我說 這個項量 是這兩個分量合成的項量 也可以啊 甚至於我說 這樣子也可以啊 這三個項量 也算是它的分量 對不對 所以說 分量 以之分量要求和項量 只有和項量 只有唯一的和項量 但是一個項量 要分成分量的話 它有無限多的分量 對不對 那我們要怎麼分呢 我們要怎麼分 你隨便亂分可以啊 但是我以這個大小的方向在哪裡 這個大小的方向在哪裡 不好求 來啊 因此呢 我們 求分量的時候啊 把一個項量分成分量的時候啊 通常都是把它分成 互相垂直的兩個分量 或者三個分量 好 現在我們畫一個 如果是一個平面上面 一個平面上面 我們畫一個 我們畫彈 blij於右邊 而是在下方 就是一個平面 我們畫一個 我們畫一個 手 cord一直走 從甚麼っていうernacle 然後斑綑走 水平走 隨著走 打架走 那麼 你看 那麼 例如,我有一個項量 我現在用項量的界點 就從它的圓點開始 我現在可以把項量分成兩個分量 一個就是項領 一個是在Y軸上的頭領 這個,我們就稱它為A的X分量 這個,我們就稱它為A的Y分量 A的X分量跟Y分量 大小是等於什麼? 我們從這個三角去知道 AX就是等於A的 Posine C AY就是等於A的 這個是大小 方向呢 方向呢 方向怎麼定 這裡在X軸的方向 我們就在X軸的方向上面 定一個單位的項量 我可以定這個 單位項量不一定用U表示 有很多種方向都可以 我現在用這個叫做I 單位相當 這個單位相當 叫做J I就是X的正方向 負I就是X的負方向 正Y就是Y的正方向 負J就是Y的負方向 因此 因此 比如說 AX 我們就先寫一下 A 他等於 AX I 加上 AY J 這樣 好 你可以把這個單 擺進去 AX A Cos I A Cos A J A 這個就是 在二維間 我們把這個向量 分成水平分量 跟圍體的分量 就是非常用的 等一等 我們會講到它的三維 三維 三維 很久的 好 你這樣子分 有什麼好處呢 我們去多個向量 合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先把這個向量分成 X分量跟Y分量 它每一個向量都可以分成 X分量跟Y分量 您說 我現在 畫了一個最後關係 這個有一個向量 有三個向量 我都把它 畫在這裡 A A上面 它跟X軸的 夾起來好 我們稱它為 C和1 就是它的方向 A 這個是AV A1 A1 好像量 這個B1 像量 它的壓力 是這個 A1 這個B1 A1 像量 A1 B1 B1 像量 然後呢 再來一個C相帶 用C相帶我們用A3 來代表 那這個 就是看得下 B3 我們現在要求 A2 我們現在要求 A相帶跟B相帶跟C相帶的合格 比如說我們面對的 A 是這三個相帶的合格 我們要求 A1 先提醒 X分析 A1 A1 cos A1 sin 同樣這個答案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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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A2 A3 A2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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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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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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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 A4 A4 同样的道理 AY也是 AYY加上A2Y加A3Y 它可以等于Sigma A3 因为我们没有数字 也不晓得它的大小 不晓得它的方向 正式 我们现在假设 我们设计的结果是 为正 为正 我们假设这个结果呢 回复 现在 F像那样的 两个互相随时的分量出现 我们最后就能去F像那 再放一次图 再换一次 再换一次 现在 我们说 你这个 等一等 我们假设它是正的 对不对 假设它是正的 我把这个 我把这个抬一下 用复的 这个 这个 我把这个 抬一下 这个 这个图形上面 绝对不这样 A 这是 AX 这个 这个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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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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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 这个 方向 A 它就是 等于 因为 这是 直角 它就是 AX 平方 加上 AY 的 然后 这个角度呢 我们可以用 TANGING 就是 C 或 迷三角 它就等于 这边 A1 over AS 可以用 D C C Octangent A1 over X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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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利用分量來取得像樣 好,底下我們就要介紹這個 像樣的成果 我們先看 有一種叫做利用的相用的內體 這是一個定義 成果呢,我們在全面很多 也做我們的老鼠 今天做了三隻羊 明天又做三隻羊 昨天也做三隻羊 也許三天都做三隻羊 都把它關在羊居然裡面 換一算九隻羊 那就是三隻羊的三背 它是在一個背處的意思 背處的意思 但是像成果不是這個意思 它完全是一種規定 完全只是規定而已 比如說我們有兩個向量 一個是向量A 一個是向量B 它的其他角是C 我們就說 什麼叫做向量的內積 向量的內積 定義 定義就是這樣子 我們用 A 可以點出來 分一些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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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等於說 定義就是A向量的大小 乘B向量的大小 乘上 它這兩個向量 Science 另外的一個定義 以後你要注意 婦女比如說有很多定義 定義有時候 你說他沒道理 他有幾個道理 要問他為什麼要這麼做 你說他有道理嗎 有規定就是真的就是這個 就好像我們這個 你們都會打藍球 藍球有這種規則 有啊 你兩次運球 你說我拍拍拍拿起來 再拍就犯規 因為兩次運球就犯規 要給對方 哪一天你在場上比賽 你兩次運球 裁判局你犯規 你可不可以問裁判 為什麼 怎麼兩次運球啊 為什麼不能三次 誰會變成 那裁判也講得出來 你要玩就玩 你不玩就走路 你要玩就走路 你要玩就走路 隨便說有一次 跟兩次運球 就知道了 那麼 這就是定義 那照這個樣子 你看到這個符號 你就知道它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你看到這樣子的符號 你就講到它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這有什麼特別呢 你看 A乘B乘Cos 這個是主能量 兩個向量 你做內積以後 它就變成主能量 你組這個 向量的內積 我們又稱它叫做 兩個向量的主能量積 Scalophan 因為它是 我們都寫A道具 用這個道具 因此呢 這個內積 我們也稱它叫做 點積 道具 化 點就是點 不能用這個 它是另外一個意思 OK 那 存量的話 你平常在前來 A寫成後 都沒關係 因此啊 這個 這個 也可以寫成 B 都可以 所以就 內積的時候 這個 向量寫得順序 沒有關係 你可以 隨便去 等等 都可以 這個是 向量的內積 我們只要記得這個 我們 將來在這個 公 這個 公 公 我們再看 另外一個 二 向量的 外積 兩個向量的外積 它也是 純粹的地面 這個是 A向量 這個是 B向量 它 的外積 外積 他的地面 是 的地面 它的地面 是 這樣 CosXX B向來 我們用這個符號 你遇到這個符號的時候 它是怎麼算法呢 它是這樣子的 它有方向 我們先講明這個方向還是這個方向 然後大小就是A向到大小 純B向到大小 純在C小 這個N的相應在哪裡啊 它的規定是用右手 右手先增一下 這個A 這個B 這個B 你先增一下A 再往B的方向 比如說A在這裡 A向來 B向來 A 小組頭 從A少到B 然後大母子就是U的方向 所以在這裡啊 這個U的方向 這時候 這時候 因為這個U啊 是跟你少過的這個平面垂直 因此呢 它這個 這個角度啊 這個 U跟A U跟B 像樣的夾角 是垂直 它跟A向樣的夾角 也是垂直 它跟A向樣的夾角 這個 這個向樣的外积 是在A向樣跟B向樣的平面上 兩個向樣 兩個向樣圍成平面上 就是它 回直的一個向樣 這兩個向樣 結果呢 也是一個向樣 因此 這個 向樣的外积 我們又稱為是 我們又稱為 向二向樣的向樣 Ment 外积 因為它是用XX來代表 成長 這麥英索 我們就稱為 這個叫 兩個向樣的差跡 Cross塊 那你看 如果啊 是 B向樣或B向樣 我們 B向樣都可以相對 但你要先增向B向樣 再往A的方向 你不能這麼說 B A 就是 彎過來 B向樣 往A的方向彎去 這個就能夠 U的方向 我們想看 就是它的成績的方向 跟這個方向相反 所以我們就 寫一個 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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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看這個三入空間的一盤座標 我們剛剛畫的這個 互相處理支援兩盤線 這個座標是二入空間的一盤座標 我們現在要畫一個三入空間的一盤座標 三位 這個人 公開一個立體的支援 我們畫一個 和三的互相維持的軸 互相維持的軸 互相維持的三入空間 你如果把這個叫做X軸 那這個就是Y軸 這個就是Z軸 你也可以這樣子 它是不是可以隨便亂射 你不要上一個 比如說我叫這個叫做X軸 這個叫做Y軸 這個叫做Z軸 可以 看這個線的軸 X軸 它必須要 如何有這樣的規定 如何這樣的規定 如何這樣的規定 你把這個當作X軸 我們看白色的這一組 這個是Y軸 那麼Z軸在哪裡呢 就是你先生下X軸 手指頭 往Y的方向彎曲 大拇指的方向 就是Z的方向 是Z軸 OK 如果你是先看Y 你這個是Y 那這個是就Z的 Y成為Z 你先生下Y 再向Z軸 Y軸 這個就是X軸 是X軸 或者你用Z軸 向X軸 方向Y軸 大拇指就是X軸 要滿足這個關係 才可以 對 白色的這一組 也滿足這個 紅色的這一組 也滿足這個關係 因此我們說 這個 一盒坐標的 三個一盒坐標 我們今天叫做 整個坐標式 叫做六小的坐標式 右手 右手才算 X軸 X軸 往Y方向Y軸 就是Z軸 你不能用左手 左手就不對 所以 我們全世界都是用右手坐標式 你如果畫坐標 不可以隨便亂畫 等到 你在外面去考試 你坐標 畫錯了 軸了 錯了 這樣你會不看你 現在還不知道 用紅色的這一組 用白色的這一組 那我現在有一個向量A 在空間 A向量呢 它跟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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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做 一組 的投影 這個 是 A向量 在X,Y平面上的 投影 把這個投影 把這個投影 X軸上的 這個 這個 就是 A的 X分量 它在这里的头影 这就是A,Y的头影 它在Z的头影 这就是A,B的头影 这个头影 跟X的夹长,我们去那边的5点 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这样 A,向量 A,X 加上AY 再加上A,Z A 这样子 我们也在这三个轴上面 当你想想 Y的头影 Z的头影 A 如果是Y的话 这个是负物 负尖就是Y 负尖就是Y 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写成 Y,A,X 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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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头影 在这里的头影 这个头影的长短就是这个头影 所以它是等于A的sine z 所以它是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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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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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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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Z,B.Z 像這些存量存起來都沒有問題 我剛才說三,四十二,四十五,二十 這些單位像量的內積要怎麼辦呢 我們因為是像量 你就按照像量的內積去測試 比如說 i.i 是等於1 乘下1 這兩個夾角是0度 那它就是等於1 它也等於這個 它跟j.j 也等於 也是這個字 然後p 等於p 也是這個字 也就是說 兩個 就是單位相當 跟它自己做代替 是等於1 跟它不同的 單位相當做代替 比如說 i.j 這個是1 1 這兩個是甲9 10度 就等於這個 那不同的都是 這個面對於什麼 j.k 有些 也等於開兌公 這些都是 那現在你看這個九項裡面 只有這三項存在 這些都是 所以最後的結果 就發現 它是等於這個 A-X-B-X A-Y-B-Y-A-C-G-E-Z A相关的方式是A-X-B-X-A-Y-Z-Z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还有一个换句 我们就写下来